我们看一下这个黄瓜叶子 来看一下 是不是缺素 缺美或者硫元素 这颗黄瓜羊子呢 我已经观察了它有十几天了 刚开始的时候 整个叶片都是这样症状 很明显的缺少元素 出现了一个生理型的冰害 但是随着现在的生长以后呢 我们看到 大家看一下 那就说你看 上部的叶片 逐步逐步开始改过来了 是吧 上部叶片逐渐变好了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的时候整株的叶片都是这种缺素黄 这个粒子呢是没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呢 不是因为这个水料出了问题 而是说这颗黄瓜呢 根系出了问题 所以说呢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些缺素症状 有时候呢不见得就是你的肥料有问题 或者肥料肥膀有问题 可能也和根系有直接的关系 包括有时候和浇水也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在种植当中呢 出现缺素症 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 不要说一看椰子缺素了 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补充肥料 这样也不对的 所以说呢保护好根系 肥料配方正确 这才是高产的一个基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